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 沿线各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态度正在悄然变化 中国能否以对国财政法有受益者的身份 主说和广告的发展民众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这会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这些市场的成功不一 它背后对企业家认为之重 它们成长动力的不断 捷马一带一路继续关注 伴随着中国向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的步伐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当中国从跟跑者变为零跑者 中国为世界带来什么就成为影响世界的深刻问题 从近代历史来看 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 分别是全球化1.0即大航海时代 全球化2.0即英国和英镑时代 全球化3.0即美国和美元时代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 中国有了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经济需要新的驱动能和发展活力时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象 不仅是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 也符合沿建国家和相关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沿建国家 大多是新京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总人口约44亿 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 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 具有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 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商机 那么经过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现在特别是这两年推广 欧盟整个对中国应该说现在态度大不一样 他们是非常欢迎一带一路 而且像从他们积极参与这个亚投行建设 而且像欧洲的这个欧盟的融合投资计划 英国的这个北爱尔兰开发计划 都愿意跟中国一代 德国的4.0 4.0都愿意这个接轨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有没有可能重圆您在宾岛 这个破碎的那个投资们呢 当年我去宾岛是有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候 这个整个的欧洲对中国投资 有疑虑情绪 那他们天天电视讨论的 就是中国到底要干什么 狼来了 任务是爆发户 第二个欧洲经济还可以 但现在他的背景 第一 他们成熟了 知道中国能理解 他就是个贸易投资 都受惠 第二他的经济有问题 他的经济也在转型 他困难了 传统的行业都不行了 最大的行拉的快是旅游服务业 恰恰这个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资源 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北欧对中国越来接受 因为现在旅游的主要游客 大部分中国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我这个行为也算是替这个中国走出去 这个做一次试错过程吧 所以一旦一路好就好在那 这是对我来回想当年 我说单兵作战呢 对 这个也没有国家战略 我只是个商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来投资了 现在一带一路的概念要普及 逐步生日文献 要这些国家都知道他什么意思 他都看到我要加入进来 我是受益的 老百姓要普及 再投他就好 您提到了西方国家认识到 中国是这个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那么在这个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架构下 中国能否以这个全球化这个受益者的身份 去说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种双赢的一种心态 拥抱支持这种倡议 那么又应该怎么下手 那么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提出来 实际标志的是什么 就中国在第三次世界现代化运动中 又是领袖 有必要和有可能借一带一路 推出新的一次全球化浪潮 这个叫2.0版4.0版都行 核心是合作双赢 对啊 所以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 它的了不起的在哪 但是我们恰恰七五点在哪 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是第三世界 需要帮助发达 这些市场的成熟度很低 它背后对企业家意味 就是它的成长度就会很高 门槛也不是很高 恰恰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就这么走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去那投资 我们知道它生联会会怎么样 原来我们投退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今天 现在我们有经验 而且我们最好可以给这些人讲 这些国家讲 我们怎么走过来的 你都看到 你是不是也想这么走一遍 愿意吧